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呦 火了呀 我听他们讲啊 巡回这个大陆多少个城市了 我们去了还真的蛮多城市 我们北京上海都去了两轮了 然后又去了杭州 深圳广州 重庆 西安 哇 这属下来 也去了 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几乎都不在香港 对 而且我就说 看出才女来了 人家不但是主演 最后干脆说剧本 自己写的剧本 林一华倒的眼 对吧 这个舞台剧 而且这剧好像也获得某些奖项 是吗 对对 我们在广州的一个报纸的 他们就是有一个每一年的就是戏剧奖 本来你还担心呢 说这观众会不会超过八个 八千个都有了 八万个也不少 这种担心是绝对是多余的 我们知道林一华 林一华现在是大陆火的不得了 我最近跟梁文道去了一趟大陆 北京上海一走什么 那北京上海广州 我们去有个座谈会什么 每次座谈会之后呢 几乎总有人举手问一个问题 那我以为问我们的事情 不是 就问林一华什么时候会来 他们以为香港人就知道香港人的动向 不是我怎么知道 所以那个林一华很红 然后配张爱家那不得了 而且编剧第一次编剧 而且谈的话题又是上班族 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听说这个华丽两个字 你的解释是欲望的意思 对对对 为什么上班族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上班族 我确实是充满欲望才上班的 是啊是啊 哪个不会来说要赚点钱 就不会上班的 是啊 但是生存和生活呢 生存生活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林一华定了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觉得太大了 其实我有点害怕 因为这个东西好像 会让很多观众 会听到这么生活生存 这两个字就会觉得说 天哪你谈这么严肃的问题 我们要每天都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还在谈这个问题 不就很累呢 可是我后来 经过自己一轮的这个 心理的自己的问话以后呢 其实我后来越来越发觉 其实我们真正生活中 就有生存 生存中就有生活 它其实是并行的 并行的 对 不是矛盾的吗 矛盾 矛盾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并行的 对啊 你像我在想啊 做一份工作 后面做这个工作 总是这样啊 开始说是生活的 就做工作还是挺有兴趣的 但是到后来呢 就变成生存 其实可能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变成生存 对 但是再到后来呢 可能你自己还要觉得 还是应该回到生活 是 的确是这样吗 我不晓得 我听那个文涛说的 令我想到一个朋友说的 刚好相反 当然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经验 有个朋友是说 他告诉我说 嘉惠啊 我必须承认 我那个刚开始做的工作 我以为只是为了生存 为了出来赚点钱嘛 那样做点工作 在一个大的企业里面 要每天打拼 跟人家勾心斗角 他说可是做了三年五年下来呢 我必须很内疚的承认说 其实我爱上这种状况 每天一睡醒 我第一个念头就想了 真好 今天回到office 回到办公室啊 又可以跟谁斗斗斗 开会我准备整一下这家伙 对 就是他很内疚的感觉 很内疚的快感 觉得他爱上这种 勾心斗角的那个感觉 所以说生活跟生存啊 很难去分得清楚 假如你能够分得出 有时候是生活 有时候是生存呢 其实恭喜你 你还没有吸取你的理性 是 就我倒觉得说 都是人的态度 一个态度问题 就当你觉得说 像你刚刚讲到说 你很喜 刚开始想 这个工作一定很好玩 对 你很有想法 做着做 可是做着做以后 一定会有个疲态 然后可是你必须要做下去 你有时候 并不是很想做 可是你还是得做的时候 没办法 你就会觉得那是生存 甚至是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了 你不做你跑得了吗 对啊 所以那就是 可是慢慢你会觉得说 如果我永远用这种方式 去做的话 那你好像做的意义 已经完全没有 不过瘾了 那就是那你是 那你就必须要找到 自己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怎么样再找回 那种感觉 对 去做 让他觉得 还是一个喜欢的事情 就过去 我们说呀 其实如果你的工作 幸好是你的爱好 说这是一个幸福 可是其实我觉得 这种幸福 也不大靠谱 就为什么呢 它一个事情 就像人们讲的 说 假如你喜欢画画 OK 你的工作就是画画 这是幸福吗 但是问题在于 让你每天早上 八点上班 像朝九晚五 一天画二十幅画 一年下来 你还能觉得 这是一种幸福吗 我觉得可以 工作狂 不是 因为 其实我觉得 有的时候 人家讲说 做艺术家的人 你好像 大家对艺术家的生活方式 都很 都想的是另外一种 可是我们真的看到 很多好的艺术家 他真的给自己的功课 就是每天早上 几天钟起来 吃完早点以后 就进入工作 因为我们不可能 每天都有灵感 不是每天都有 那个灵感 就像泉水一样 这样就涌出来的 不可能的 像有时候 我写剧本的时候 我也是 我常常做那做一天 我想不出 想不出一场戏来 可是你就是要 坐那边想 那是你的工作 成为一种纪律 像张爱佳提到 这种规律的奏法 艺术家 特别是写文字的人 特别多 文字工作作家 像我们知道王安一 王安一是这样 王安一是每天 就是上班一样的 他说很清楚 起来读书 读到几点 然后开始工作到几点 不管有没有灵感 写的写不出来 都这样 比方说美国 那个Grand Green 一个很出名的作家 他是怎么样 每天起来就写 然后写到 比方说500个字 他就停了 他说时间够了 第500个字够了 时间够 我就去吃饭 然后事前还先抽根雪茄 完全做一个很有几率的工作 像张爱佳提到说 不如可能坐在那边等灵感 这也是回到我的偶像李敖说的 李敖也等于是个工作狂 对啊 那李敖怎么样来说自己工作狂 你知道吗 他说谁做批斗国民党 是我的责任 我要这样做 这好像 这是李敖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说这好像纪律 我不能等到幸运来了才能工作 我没有幸运 我也要工作 所以李敖是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说 你那个从纪律里面 你自自然然 你会摸索出一条创作人路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好像是有分别 比如说像这个美国 也有一个艺术家 叫什么Andy Warhol 他就是这样 他觉得说除了工作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事 每天他都是在工作 可是你看生活里 我们还知道有一种工作狂 老实讲 我曾经陷入过这种状态 可是是觉得离死不远了 你知道吗 他是一种无法摆脱 以至于到最后 会觉得了无生去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工作 彻夜的工作 完了之后 看着这个陈兴往家里走 然后就会觉得 好像活得没有什么意思 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这全部的时间 放在工作上 除了工作就是睡觉 甚至还睡不着 就失眠了 然后每天就是处于这个状态 为什么就不得解脱 我知道有些做生意的人 他就是这样 你说他是被动还是主动 他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但是他好像摆脱不开 就比如说这个 假如说是做一个节目 也许这个节目是如此的重要 也许这个节目 各方面的压力是这样的大 那么你想跑 你也跑不了 每个礼拜就轮着你 那么你怎么办 你真的跑不了吗 跑不了 是吗 你只是在衡量 你跑掉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对不对 没错 后果付不起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来看看 艾家姐姐的剧照 这个华丽上班族里头的这个扮相 他是那里面饰演的这个女人 很可惜 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能看 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要干什么 这是我要求这个男的给我生个孩子 在办公室里吗 任何地方都可以 再看看下面 我注意到 这个很多剧照都是这种 你这个灯光打下来 你的脸这个微向上仰的 这么一种姿态 好像是不是很有一种华丽上班族的颓废 还是什么呢 你感觉到这个女人 还是充满了她自己的所谓的自信 自信 那她永远都是高人一等的 因为她这个办公室里面 我们总共有13个人 包括我在内了 我就是真的是一人之下 这其他十几个人的之上 那我特别写了我在一人之下 谁是下 在一个男人的下面 我还是把一个男人放在我的上面 为什么会这样放开呢 我觉得现在的女性 不管你多强 在某一些心理的状态上 她还是某一些的传统包袱 还是没有撇开 她不能那种完全的自由 我觉得还没有真正达到一个完全的自由 还是要有一个男人才觉得心里的踏实可靠 我写到我写这个女性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想到了很多东西 就是说现在这么多的所谓的女强人 在我当然在我一直工作中这么长久来 我记得在早期的时候 很多人就喜欢用女强人来来写我 我那个时候我就很不高兴 我就不太喜欢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女人 我不太喜欢觉得那个强字 我觉得好像令我感到很 被标签化了 所以你不舒服是那个强字 不是一个女字 因为我问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哈佛大学 现在的校长是位女的教授 她上任 第一句话就跟大家说 你们要称呼我做校长 不要称呼我做女校长 因为通常我们一讲到科学家 假如是一个女的 前面就说女科学家 好像科学家基本上就应该是个男的 你是女的这个例外 就是说基本上把一些 一般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工作 先假设是个男的 科学家呢 会计呢 律师呢 女律师 女导演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阿佛大学校长 你不要叫我女校长 叫我校长 所以我以为你是这样的想法 反对什么性别歧视的条例 弄得这个欧洲议会都疯了 就是说现在欧洲议会 根据这个条例规定 称呼所有的女议员 都要直呼其名 张爱佳后边也不能跟miss 也不能跟夫人 不能叫小姐 不能叫夫人 但也不是先生 就跟规定要直呼其名 所以他们就说这疯了 但这个也是反映 现在这个女性 试图达到一种 超性别化的一个状态吗 也不是 我觉得现在 整个世界来讲 我觉得性别开始 是有一点模糊化了 应该其实你说 男人有女人的一些个性 或女人有男人的个性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在现代的社会 越来越多了 模糊了 开始性别模糊化 而且你刚刚讲到 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女或者强这个字 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 就是说我很享受做女人 所以我强不强 跟弱不弱 都是一个比较的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叫女强人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我还是很享受 我做女人的 我也愿意付出 我做女人的一些职责 我可以做导演 我可以做很多工作 可是 也可以做家庭主妇 可以做饭 可以照顾孩子 对 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到 那不累死了吗 是挺累的 真的是挺累的 我觉得就是你吧 她是个特殊 往往很多女人 也就是说一般性的女人 咱们都感觉到 她或者主要经历在家庭 或者主要经历在工作 你说两个一间 挑的人 那就需要有过人的经历 我觉得才做得到吧 我大概有太多的爱好 比如说我真的很爱做菜 我就是会弄 一下班回到家里 那个东西一放 我就会冲到厨房里去 我不管我多累 我就觉得 去找个菜 去找个 我就有那个乐趣 所以我不觉得 我落在其中 我落在其中 没有经历是一回事 另外就是说 她有这个选择权 对 比方说这样的家 可以被容许 有这个选择权 其实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特权 怎么说呢 不是每个女人 都有这种选择权 往往很多人说 女人的比较受 吃亏的地方 在于说 她们要选择 你到底要做一个 工作的女人 还是做一个家庭主妇 贤妻娘母 还是受到种种的选择 我说你没有办法 把两个东西 两个角色都做得好 那男人呢 就不需要一个 做这样的痛苦的选择了 基本上你就一定要工作的 不然人家就说 你没出息 种种的 对 吃了软饭 没出息 不讲劲 从小基本上 整个生命的坐标 就是不用选的 你不用选 往前冲就对了 女人是要这样来选择 你说这样选择 是好还是不好吗 真的看你怎么看 你觉得有选择就是好 可是呢 为什么要选择呢 为什么不能容许我 都有呢 所以假如你有这个能力 不管是经济的能力 还是才智的能力 种种的生命的能力 可以这样同时要 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特权 是啊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福气 从来我都不会说去抱怨或者埋怨 反而我觉得男人 没有这种选择 我觉得是蛮残的 没错 没错 但是你看 而且有些女人呢 我注意到你讲那个观点很有意思 就是说 所谓的女强人呢 就让我想起 好像说胡兰城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英雄美人呢 她不是自己想要当英雄美人的 有的时候她甚至很想复合别人 但只是偏偏复合不上 这我为有些说女强人呢 她一不留神自个儿就成了女强人了 我觉得我们单位就有这样的 她不是说她自己多么野心勃勃 她要怎么样 这中间很多原因 一个人成功啊 有的时候需要一百个条件 她凑齐了 她成功了 但是在别人看起来 那就是个女人当中的野心家 其实真的说老实话 我真的觉得很多的女人刚开始 就是在帮很多男人 在做一些他们男人 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 就掉入那个陷阱 比如说公关工作 或者公关 或者是你去开除谁谁谁 你去做一些什么dirty work 她不想做的事情 她不愿意去处理 她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 她觉得女人比较好 出面去做些事情 所以当她去做一些 这个所谓黑脸的工作的时候 女人做完以后 或者是那个女人做完以后 被人骂完以后 那个女人骂一骂 就回去哭一哭 可是呢 哎呀 她就安慰她两句 她就觉得说 你看你真行 然后过两天给你加个心 或者加个小小的这个 升个值 她就越来越爬 越爬 她就说 原来我的能力 我是有能力的 所以她就一直往前走 所以任何男人不想做事情 她就出去冲了 是是是 一直冲冲冲 冲到某一个地位的时候 她也付出了很多代价 而她也变成 她自己改变了 她自己很多的个性 那她必须要这样硬朗 必须要这样承受 她才变得她 突然有一天 她变得一个 她不太认识的自己的时候 而且有一天突然间 可能男人会跟她想说 我们很怕你们这种女人 哎呦 那真是斗鹅院 是啊 恰恰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的就让我想起 我当年的一个女领导 就我的命运都是女领导 给我带来的 哎呀 我就觉得她呀 就是很像你 她本来是大学里的校花 那长得也很漂亮 那那那那当然就是 有点碎熟了到后来的单位 其实她就是性格比较好 就是一个挺有文化的 这么一个女孩子 她习惯于把每一个工作 都做得很好 整理个文件 整整齐齐 她也没有什么野心 实际她在她的家里 她又是个潮善人 又是个家里的那种 贤妻良母 其实她是要求自己 什么都好 别人 女人很容易这样的 要求领导也说自己好 同事也说自己好 老公孩子都说自己好 可是你看 她一路一路这么坐下来 最后呢 她可能坐到了 电视台的台长 因为最后 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野心 几个男人在斗争过程当中 最后都觉得 她是个可以接受的 所以她就副主任 副台长 副经理 最后呢 经理出了个什么事 她就是经理了 帮忙 但是你 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 就是 但是她随着她地位的上升 就像你说的 压力和误解 也就随之而来 别人慢慢觉得 这个女的不好接近了 甚至一些她身边的人 可能也会有一些 埋怨觉得 你是不是疏忽了一个 对我的什么照顾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蛮好奇的 像你们怎么看 女人现代的转变呢 你说女人当领导的转变 就像所谓的 女人好像越来越强势 很多的主管位置都是女人了 那 没有我是觉得说 这个几乎是无法阻挡的情况 为什么呢 现代的或是后现代的整个office的运作情况 是讲究大家都知道 讲究沟通 讲究串联起来 越来越各种的事业 越大的事业 越难以被一个人来承担 或者说一个企业来承担 一定是互相串联 所谓的synergy 大家合作来做 那这个方面 种种需要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 好像是女性被训练出来的 比较她们的女性的强项 沟通的能力 还有赖反 很能够赖反 很赖反 能够把大家串联的能力 还有一个是说 本身作为女性 在很多地方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在这个过渡期里面 还是比较被容忍的 假如男人是有这种特质 是不被原谅的 我们男的有的时候 还感觉 他现在有的女的 比如说女强人了 其实他还是享受了 同级的男人的 适度的容让 就是男人 还有那种男尊女卑社会里 会觉得怎么能跟他争呢 但是往往我会觉得 一个女人 没有这个道德负担的 想要什么就去要 对吧 这道德负担吗 没有我可以举个例子 可是也是柜台的主播 不晓得好不好主 没有我举个例子 陈文倩 你的好朋友陈文倩 我非常爱看她的节目 头脑非常好 口才非常好 可是我经常看 她的论证节目 特别她有嘉宾 五个男人嘉宾 然后她当主持 有时候她直接 会骂那个嘉宾的 嘉宾发言之后 她说文涛先生 我又觉得你这样讲的 不对了 我觉得国民党怎么样 怎么样 在骂那个嘉宾我看到 脸一层一绿 其实是不太高兴了 可是转头就没事了 之后好像也没听说 他们会什么翻脸什么 你觉得因为这是 因为她是女人的关系吗 我应该是说 我假如倒过来 那个男 那个主播是男的话 我觉得当场整个 chemistry 整个化学作用就不一样 不一样 两个人现实生活的 关系也不一样 好歹说男女本来在公司里 同工同酬 对吧 那么都嫌挣钱少了 我觉得现在的有一些了 有一些现在的女人 她仍然还是会用女人的手段 比如说她跟老板可以哭 对吧 她哭了可能这个钱就多了 我们男的要翻脸就翻脸了 那就那没没这个办法 因为实际上就像你说的 他的上面的最大的老板 往往还是男的 我得到现在来了 我们要是男人的手段 那是女人的手段 我们要死人的手段 在这参与 我们要死人的手段 感谢观看